救援隊在2月11日的當地時間大約10點 前往哈塔爾另一個住宅區進行搜救行動 期間在下午5點30分左右 在搜救地點附近有人向救援隊求助 指出在遠處的瓦礫裡懷疑有人被困 當時我們派出安全主任去評估現場環境適不適合作救援 同時也叫停滑掘工作 之後我們也很明確地聽到 在瓦礫底下有人發出一些聲響 我們現場主管就即時盡快去確定那個傷者的位置 尤其是距離地面的深度 接著他評估了之後 確定了位置 在不影響結構安全底下 就制定了一個安全拯救策略 就是指一條人可以通過的隧道 去到那個傷者的位置 然後派一個我們的拯救人員 就由經那條通道爬去那個傷者那裏 就評估他的傷勢 或者他會不會被壓力摘住之類的情況 接著最後我們成功救出 在同一個位置救出三名的生還者 其實我們在救到 知道有傷者 聽到有明確的聲音之後 其實我們全組人都是很振愧 成功救到他出來 其實我見到最感人的畫面 就是現場的居民 或者是所有不同的組織 有不同穿制服的救護 就是當地的救護團隊 其實他們是排了一條人鏈 最初幫忙清空這條路 盡力不會有些鐵支伸出來 影響到傷者運送到地面 即是由眼力運送到地面 去到十字車那裏 他們是自發做這件事 亦都有很多人去配合 譬如說有些人站的位置不好 阻礙救援 他們是會主動叫那些人離開的 這些就會看得出是 即是中之盛盛 去做一個救援行動 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是比較深刻些的 最後一條問題 就是講到我們會不會有撤離 即是何時會離開土耳其 我可以說 我們現在暫時是沒有這個撤離的計劃 只要我們是能夠救到人的話 我們是會盡能力留在這裏 拯救任何一個疾病者或者傷者的 能力留在這裏 來自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